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1. 增大光照 虎皮兰是一种非常喜欢光照的植物,要想让虎皮兰生长速度快,冒出更多的新芽新叶,就一定要把盆栽放在采光良好的地方,比如放在家里的阳台或者窗台上,接受充足的光照。 2. 禽施肥 要想虎皮兰长新叶、冒新芽、不断地施肥很关键,建议从每年春季开始,可以每隔40到50天左右,给虎皮兰的花盆中撒入少量的有机肥料。 可以把家里的黄豆炒熟以后,每隔一个月给花盆中埋上10到20克左右的熟黄豆,可以为植物生长补充大量的淡肥。 3. 河里浇水 在养虎皮兰的时候,很多花友会遇到植株烂根、叶片倒浮的情况,这和浇水有很大的关系。 虎皮兰是一种耐旱的植物,在平时养护,每次等到花土壤完全干旱以后,再把水一次浇透,并且盆内不能积水。 不要把水浇灌到虎皮兰的叶片上,防止虎皮兰叶新积水,从而导致植株烂根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,想要了解更多养花资讯,可以订阅关注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